我现在请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发言 大会主席先生 各位各侠 女士们先生们 就在九天之前 世界众多的挑战汇聚成了一副惨痛的地狱般的途径 利比亚 德尔纳 成千三万的人 在十世纪的前所未有的大洪水中丧生 他们之前已经多次沦为受害人了 他们是多年冲突的受害者 他们是气候动荡的受害者 他们是远远近近那些不能实现和平的领导人的受害者 德尔纳的人民是在麻木不仁的镇中生活以及死亡的 因为24小时 一个月的降水量的100倍这么多的洪水从天而降 而且多年的战争 多年的年久失丘让大坝决堤 他们所赎的一切被从地图上抹去 就在我们开会的同时 从地中海中依然在冲上来数不清的尸体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上 亿万富翁美正在他们的超级游艇上晒太阳 德尔纳只是我们当前让人悲痛的世界现状的一个快照 不平等 不正义 不能够应对我们的挑战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浪潮 正在席卷全球 各位阁下 我们世界现在失去平衡 正在岌岌可危 地缘政治的紧张正在抬头 全球挑战正在升级 而且我们看起来对于团结应对无能为力 我们应对着一系列的生死存亡的威胁 从气候危机到破坏性的技术 而且现在恰逢一个混乱的过渡期 在冷战大部分时间 国际关系是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视角来加以处理和发展的 之后出现了短暂的单极化 现在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多极的世界快速前进 这种现象在很多方面都是积极的 它会为国际关系实现正义和平衡 带来新的机遇 但是只有多极化本身不能够保证和平 在20世纪初 欧洲有众多的强国 但是它缺乏有力的多边的机构 因此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个多极的世界需要有力有效的多边的机构 但是全球治理系统却依然冻结于过去 我们只要看一下联合公安理会和布林顿森林体系就再清楚不过了 它们体现的是1945年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 当时大会堂里的很多国家依然是深受殖民主义的统治呢 世界已经变了 但是我们的机构却没有 如果这些机构不能够体现世界的现状 我们就不能够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些问题 这些机构不能解决问题 相反 它们有可能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确实割裂正在加深 经济和军事强国之间的割裂在加深 北南之间 东西之间的也是如此 我们越来越接近 一个经济金融系统和贸易关系的大的割裂 这种割裂会危及到一个单一的开放的英特网 会产生在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渐行渐远的战略 而且会潜在的让安全架构之间出现冲突 我们现在弃趋的是要重振 基于21世纪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多边机构 它根植于平等团结和普遍性 它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原则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改革安理会 使其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 它意味着我们要重新设计国际金融架构 让它真正变成普遍性 而且成为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安全网 我并不是异想天开 我知道改革是一个实力的问题 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利益和议程是正在竞争的 但是如果不改革也不会是保持现状 不改革就会导致进一步的四分五裂 所以要么改革要么割裂 与此同时各国内部的分歧也正在扩大 民主遭受攻击 威权主义却昂首向前 不平等在抬头 仇恨言论在攀升 面临着这么多的挑战 折中却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我们世界需要的是政治家的风范 而不是玩手腕或者什么僵局 就像我在G20会议上所说的一样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全球的折中 政治就是折中的艺术 外交也是如此 有效的领导力也要能达成折中 领导人要承担特别的责任来实现折中 共同为全世界人民 建设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共同的未来 各位哥家 在过去一年 我们展现了多边行动能够带来的累累硕果 我们达成了一系列新的全球的协议 比如说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公海 应对气候的损失和危害 以及捷径健康可持续环境这方面的权利 我们有所有的工具和资源 来解决我们共同的挑战 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拿出决心 决心是联合国的基因 这体现在我们宪章的开篇的话语中 他们宪章中说 我联合国人民同资决心 也就是有决心要终结战争的祸害 有决心要重申对人权的坚守 有决心要坚持正义尊重国际法 有决心要促进社会进步 让人有更美好的生活 现在就靠我们通过采取行动 拿出决心来解决今天的挑战 从而也体现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担当 各位阁下 我们首先要有决心来坚守宪章 对于和平的坚守 我们没能终结战争的祸害 我们相反看到的是冲突的抬头 更多的政变和混乱 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履行在宪章下的义务的话 和平的权利本是可以保证的 但如果国家打破这些承诺 他们就会减少全世界所有人的安全 时政A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这场战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形成了一系列的惨状 生命被剥夺 人权被践踏 家人失散 儿童被战害 希望和梦想荡然无存 不仅仅是乌克兰 这场战争对我们大家都有严重的影响 和威胁让我们都面临风险 不顾全球的条约和公约 让我们都不那么安全 而且全球外交的毒害会影响 全面工作的展开和阻挠这些工作的进展 我们不能够放松我们对和平的追求 而且要实现正义的和平 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要求 这样的和平 即便战争还在继续 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手段 来缓解乌克兰 以及广大地区的平民的苦难 海海倡议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段 世界弃虚乌克兰的食品 以及俄罗斯的食品和肥料 来让市场稳定 并且确保食品的安全 我不会放弃我相关的努力 直到这一点成真 各位阁下 各位阁下 在全球 老德紧张 事态正在溃烂 新的风险又层出不穷 核财军现在止步不前 各国又开发新的武器 做出新的威胁 在撒赫勒全境 一系列的军事政变 让整个地区不稳定 恐怖主义却在开疆 拓土 苏丹正沦入全面的内战 几百万人逃离家园 该国有可能会四分五裂 在明冈东部 几百万人被流离失所 基于性别的暴力 每天都在上演 在海地 这样一个遭受了几世纪的 殖民主义剥削的国家 今天苦于应对帮派危机 依然在等待着国际的支持 在阿富汗让人震惊的 70%的该国的全人口 全体人口需要人道主义的援助 而且女性女童的权利 正在系统上被剥夺 在缅甸 残暴的暴力 加剧的贫穷 以及镇压 让民主回归的希望 荡然无存 在中东 备战巴勒斯坦领土的 暴力和流血的恶化 让所有平民深受其害 单边的行动正在加剧 它削弱了两国解决办法的前景 而该解决办法 是唯一一个实现巴勒斯坦人 和以色列人持久和平安全的路径 在叙利亚 和平依然遥不可及 整个国家千疮百孔 同时 自然灾害正在让人为制造的冲突 雪上加霜 面临这些激增的危机 全球人道主义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 各种需求正在抬头 资金却在干涸 我们人道主义的行动不得不大幅削减 但如果我们不能让饥饿的人民吃饱饭 我们就会导致冲突 我敦促所有国家要更努力 来为全球人道主义紧急状况的呼吁来供资 各位各家 和平安全架构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 在准备未来峰会的期间 我们提了一些想法 共会员国考虑 也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和平议程 它的基础是宪章和国际法 它能给我们过渡中的全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愿景 来应对现有核心的威胁 它呼吁各国重新承诺于实现一个无核武的世界 并且终结对核财军和军控机制的侵蚀 它要求增强在全球层面的预防工作 它要将联合国及我们调停工作的能力 和着急的影响力 放到最大从而来米和地缘政治的分裂 而且呼吁在国别层面增强预防工作 将和平的工作和持发目标的进展挂起勾来 它要求将女性的领导离合参与放在决策的核心 并且承诺于根除所有对女性的暴力 它呼吁要普遍的反思维和 让它更灵活激动 而且从一开始就要有前瞻性的过渡和撤出的战略 它要求支持地区组织的和平执行方面的一些行动 尤其是非盟 要给他们按理会的授权 以及可预测的工资 对和平的这种决心 也要求为新的威胁建立新的治理框架 比如说从人工智能到可以不受人控制 就自我运转的致命自主器系统 各位阁下 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在全球都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规律 一个国家越接近冲突 那它离可持续发展也就越远 县章呼吁我们也有决心促进社会进步 在21世纪的语境中 这就意味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但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不平等 在城市里头高楼大厦的阴影下是贫民窟 它也体现在有些国家不得不在为人民服务 以及还债之间做出选择 今天非洲在债务利息方面的开支超过医疗 昨天SDG峰会就讨论要有一个全球的救援计划 来扩大相关的支持 从几十亿增加到几万亿 各位阁下 国际金融架构现在是失能过时和不正义的 我们需要的深层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即就 但我们可以果断地采取行动 现在就怎么做 来帮助各国应对处理这样的危机 比如说新冠疫情 就像新冠疫情产生的惨重影响一样 通过紧迫地推进SDG的刺激基金 一年是5000亿美元 并且缓解发展的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财务负担 我们要扩大发展和气候共资 增加多边开发银行 它的资金力量 改变它的业务模式 我们要确保有有效的减债的机制 要让紧急的财政的支持 帮助那些需求最大的国家 各位各家 我们必须要有决心 来解决对我们未来最急迫的一个威胁 那就是我们越来越热的星球 今后变化并不仅仅是天气的变化而已 它会改变我们星球上生命的面貌 它影响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它让人丧生 让社区千疮百孔 在全世界 我们不光看到气温在抬头 我们也看到海平面上升在加速 冰川在倒退 致命的疾病在蔓延 物种的灭绝 以及城市面临威胁 这只是开始 我们刚刚遭受了历史上最热的夏天 过去的这些天 几个月真不好受 在每一个打破的记录之后 都是经济被破坏 生命被破坏 整个国家处在临界点 每个大陆 每个地区 每个国家都感受到了这种热浪 但是我不是很肯定 所有的领导人感受到了这个问题 带来的压力 我们采取的行动还远远不够 我们依然有时间 保证气温的上升 不超过巴黎气候协定所规定的1.5度的限额 但要求我们现在大刀阔斧的展开行动 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确保那些在危机的产生方面 影响最小 但是却付最昂贵的价格的人 能够实现气候的正义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收据 G20的国家要为80%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负责 他们必须要身体力行 他们必须要打破 他们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 听取国际能源机构的结论 也就是如果他们许可新的油气的开发 将不会让我们实现1.5度 气温上升的限制 如果想限制 在实现限制气温上升方面 有些微的希望 我们必须要公平和平等的 逐渐的淘汰煤炭油气 并且极大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人人有可负担的可再生能源 很遗憾的是 主要是在非洲有几百万人依然都还没有电 因此化石燃料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它已经失败了 化石燃料公司如果想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他们必须要领导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不要再进行肮脏的生产 不要再提供虚假的解决办法 不要再资助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说法 我也制定了一个气候团结契约 在其中所有大的排放方都被要求做外的努力来减排 而且更富裕的国家给新鲜经理体提供资金和技术 来帮助他们减排 比如说非洲有世界60%的太阳能的资源 但是可再生投资方面只占2% 我也提出了一个加速议程来加速推进这些努力 发达国家必须要尽可能在早的2040年之前实现零竞排 新鲜经理体尽可能早的2050年之前做到这一点 这是依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近期的措施包括要终结煤炭的使用 OECD国家在2030年之前做到这一点 其他国家是2040年 而且终结对化石燃料的补贴要对碳定价 发达国家必须最终来兑现他们的保证 就是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 来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 按照保证2025年之前将适应的资金翻一翻 并且像保证的一样为绿色气候资金共款 所有国家必须合作 今年就运行损失危害基金 我们要确保在2027年之前 实现普遍的早期预警的覆盖 明天我将欢迎那些可信的先行者 来出席我们气候雄心峰会 很快将迎来靠吧28大会 气候的动荡创了记录 但是我们不能够在老生常谈了 不能每次都是找替罪羊 或者等着别人先动手 对那些所有正在努力 游行倡导真正的气候行动的人士 我希望你们知道 你们是站在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而且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不会放弃这场 为我们的生死存亡 而所做的斗争 各位阁下 我们也必须要有决心 来履行宪章对于根本人权的承诺 只有四位女性签署了我们的成立文件 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会场 就表明多年以来 也没有多少变化 我们联合国的人民 并不意味着说 我们这些男士 女性依然在等待着平等的机会 平等的薪酬 女性依然在等待 公平的机会 公平的薪酬 公平的法律下的平等 等待她们的工作被珍视 她们的意见能够发挥作用 在全球女性的权利 包括性和生殖权利 正在被打压 甚至倒退 女性的自由受限 在一些国家里头 女性和女童 穿过多的衣服会深受处罚 但别的国家 如果她们穿得太少 也会受到处罚 得益于几代人的 女性权利的活动人士的努力 时代正在变化 比如说从体育场到学校 到公共的广场 女性和女童正在挑战 负权制 而且正在赢得这场争斗 我和她们站在一起 我上任一开始就承诺 要在联合国实现性别的均等 我们在高级别工作人员层面上 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而且也会在联合国全系统内 与其实现这个目标 因为性别平等不是问题所在 性别平等是我们的解决办法 它不是给女性的一个人情 它对于人人有更美好的未来 是一个根本的前提 各位各位想 我们必须要有决心 来响应行动的号角 将人权置于我们工作的核心 普遍人权宣言签署已经过去75年了 在一些领域有极大的进步 比如说从终结殖民化和种族的分裂 到确保女性的投票权方面 但是我们并未实现人人基本的权利 因为现在还有12亿人身陷赤贫 而且饥饿的水平是2005年以来最高的 同时还是因为基于种族和民族的歧视 在超过50多个国家里头依然是完全合法的 也是因为有的时候 人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找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们还面临着难民移民和少数的族裔 经常被妖魔化 被围追堵截 而且在你宣布你的性别认同 或者你爱谁都会带来监禁 甚至是处决的时候 在有人大声几呼会带来危难的后果的时候 我们并未实现人人的基本的权利 人权包括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是解决世界很多互相关联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有法律来保护脆弱人群 要颁布和落实这些法律 针对少数族裔的攻击必须要停止 人权和人的尊严 必须是成为社会经济和移民政策的核心 各国政府必须要履行他们所做的承诺 这些承诺在于人权普遍宣言中 各位各家 我们也必须要正视新的技术 给人权带来的潜在的一些威胁 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有巨大的前景 他可能也会让我们走过无人之境 进入我们无法控制的危险的境地 我在讲人工智能 当时是在17年大会的一次演讲中 我讲的人工智能的时候 只有另外两名领导人说过这个词 现在大家每个人嘴上都在讲人工智能 他既让我们惊叹又让我们恐惧 甚至那些开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士 也呼吁要对技术进行更多的监管 但是数字技术的很多的威胁 不仅仅是潜在的 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数字鸿沟正在煽动不平等 家具不平等 仇恨言论 假消息和社会媒体平台上的阴谋论 正在扩张 而且由于AI被放大 它打击民主 会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冲突 线上的监测和数据的收割 能够支持大量的对人权的践踏 技术公司和企业 距离找到解决办法 还相差甚远 快阁下我们现在就要跨速行动 来修复相关的现状 来修补我们的努力 新的技术 要求新的有创意的治理的形式 我们要听取建设这些技术的专家的意见 也要考虑跟踪他被滥用的这些人士的意见 我们紧迫的需要一个全球数字契约 是在政府地区组织 私营部门 公民社会之间达成的 来缓解数字技术的危险 想办法为人类福祉 来利用它们的好处 有些人呼吁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的人工智能的全球实体 这样的话 可以给会员国提供信息 提供专业的支持 当然有不同的模式 我们这方面有很多的榜样 很多经验可以汲取 比如说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民航组织 以及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 联合国愿意来主持 必须的这方面全球和包容性的讨论 当然这方面要取决于会员国的决定 这样的话来帮助我们促进 寻找一个具体的治理的解决办法 为此我本月将会任命 为任命组成一个高级别的人工智能的 顾问机构 它将会在今年末之前提供建议 明年的未来峰会 是我们一代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取得进展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愿景 在处理新的威胁方面取得进展 会员国将会决定 怎么来推进新和平议程 全球数字契约 怎么来改革国际金融架构 以及怎么来处理 全球治理面临的众多挑战 从而实现治理方面更大正义和平等 这方面的众多的提议 各位阁下 联合国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创建的 也就是我们的危险最大 共识却最少的时刻 我们能 而且必须使用我们的工具 而且是要拿出灵活性 拿出创意 上个月我们在野门的海域看到了 有决心带来的好处 从状况越来越糟糕的 塞福尔超级油轮上 运下了100万桶的石油 这就缓解了 红海的一个潜在的生态的危机 这个油轮现在是一个定时炸弹 但是没有人当时表示 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联合国就 发挥了主导 我们将全世界团结起来 我们动员资源找到了专家 而且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建设信任 我们有更多的工作 而且需要更多的资源 但是上个月 我们成功地从塞福尔上 把石油给运走了 联合国主导的行动 拯救了红海 在别人不能或者不愿的时候 联合国的决心 让我们完成了这项使命 尽管全球的挑战的清单很长 但是同样的决心 同样的精神 能够指导我们向前 我们要有决心来弥合纷争 铸造和平 我们有决心来坚守 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们有决心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让有效地做到 不让一人掉队 我们有决心 要为21世纪来改革多边主义 并且为了世界大同走到一起 谢谢大家 仔细说我感谢美术长先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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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